就是這樣 好了 要講講另一件事 講講我們自家的新聞 我們自家的新聞 我們間中不定期都有做的 我們其實是 散居在英國本地 台灣 其實主要這兩個地方 有些特約記者 去幫我們做報道 其實 幫我們借一個平台 給他們去報道一些新聞 沒有找其他平台 找了我們 謝謝他們 一班很有心的記者 其中一宗 就是剛剛今天爆出來的 這個我真的有貼在Facebook那裡 昨晚的 昨晚的 其實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台灣的留學移民政策 正在收緊 香港人夫婦 就租加監移民 加移民監 其實這些例子 其實是屢見不鮮 但是最慘 就是一個初生BB 出生之後 一出生就變成黑戶BB 黑戶BB 其實如果你說台灣 台灣的政策就是這樣的 如果一般的外國人 如果一般的外國人 在台灣出生 你說在台灣出生 一個新的BB 的話 外國人 其實可以 只要你有申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居留證 外僑居留證 其實你是 30天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去申請 那個BB居留 即是他父母 只要出生的時候 父母 父母 有外僑居留證 或者外僑永久居留證 就可以在出生之後 30天就向移民局申請 但是呢 港澳人士原來不同 港澳人士 就要根據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按規定 他們先要把 他的初生BB 就要帶回香港 辦理身份證明文件 還有護照 這個我們之前都討論過 另一個問題 然後才可以 回到台灣 去辦理居留證 否則 你的兒子 你的嬰兒 就變成一個 沒有身份的黑狐嬰兒 本身的事源 其實 這宗新聞的主角 就是一對夫婦 年輕的夫婦 男的化名叫Peter 女的就是Coco 三十幾歲 Coco就是三十幾歲 她的丈夫就不知幾歲 Coco他本身是大陸出生的 但是她是許智峰的助理 同位三十四歲 是嗎 許智峰的助理 她的丈夫就是 Coco就是 許智峰的助理 同時也是在學校裏做助教 其實他們來到台灣之後 她的丈夫 Pieter之前是在台灣讀大學 讀大學來說 其實本身 是比較容易申請的 居留 他們用的是HF169 很多香港人 如果要移居台灣 都會去讀書 去申請居留 其實現在很多香港的手足 包括以前 傑斯幫過千過爸爸 那些 千過爸媽那些 那些手足 要移居台灣 鋪路給他們 在台灣裡面 去長期定居的話 都是透過讀書的途徑 留在這裏 因為你的投資民很貴 第二樣東西就是 相對之下 讀書反而是二個投資移民 所以是這樣做的 是的 那個規定就是 你核准了來台灣就學之後 畢業回香港 或者澳門 就滿了兩年 真的很愚蠢 你在台灣畢業了 然後再回去香港和台灣 兩年你才可以回來 才申請定居 很愚蠢 大問題是很多 你叫做手足他們有風險 那我就不知道那些 因為現在最複雜的 就是你本身不是香港出生 就是好像梁天琦那些人 那些 我們曾經討論過的意思就是 例如好像梁天琦那樣 他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那他們要做的就是 拿了學位回來之後 是需要回到香港那裏 那裏 拿回身份證 甚至是拿回鄉證 確認完 才再去力保中心那裏做手續 那他生了兒子 因為他前年去懷孕 他做助教 他覺得現在香港越來越不迷路 不想小朋友接受國安教育 又唱國歌 又升旗 又讀灰 決心就來台灣 那他老公以前也在台灣讀過大學 那就是順理成章 那就是申請來台灣 那他沒有想過 就是Coco 如果在大陸出生 就麻煩 就是很煩的 那其實他們就申請了居留 那居留 那居留 滿了一年之後 其實又要寫提案 很麻煩的 那就是因為他老公 不是他老婆 就是因為是大陸出生的 他沒有想過 就是這麼麻煩的 但是他們拿不到 那個僑胞居留證 又連累到他寶寶出生的時候 也都沒有那個身份 在那裏 那變了什麼 就變了黑戶寶寶寶 這個大鑊 是齒板明夫 昨天介紹的那個 那個遼寧綠佩利亞 那個是鎮欣先說的 那變成黑戶寶寶寶 那可以怎樣做 那其實他就建議你 你先回香港 先搞個身份證 先搞個身份證 先搞個身份證明文件 才可以回來 但是去年爆疫 去年爆疫 你如果坐移民監 又不可以連續離開台灣30天 你跟他說 然後他又是這些官僚的心態 你要照做的 我們就是這樣 好像大球場一樣 我們AI揭穿了 就要灑水 就要灑水 說得你射12碼 說得你家事 和大球場的職員一樣 台灣那些 然後他又說 大哥 我回不了去 我回去的話 我失去了居留身份 因為我已經突破了30天 就算我現在 你說回到香港要隔離 很煩的 然後你要等他身份證 你不知道要等多久 其實是 還有香港 我記得我離開過那時候 那個身份證換領中心 或者出世之登記中心 牛頭角那一頭 又已經不知 因為疫症關係 就關了三個月 所以很難搞的 現在他們就死了一條心 因為他們最近去申請居留 即是滿了一年了 申請真的正式居留 他就突然間又被人加監 其實他都心灰意冷 即是 喂大哥 我被你加監了之後 我又不確保 我之後是不是可以 真的可以拿到居留 是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算了 掉了心水 有BNO 就去英國 幸好他老公有BNO 應該就是這樣 但我記得投資移民都有這樣的個案 我們剛剛開台的時候都很難過 是的 投資移民都很多 又說你假移民假投資的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說 身灰意冷 即是他又罵陸委會 沒有合約精神 經常變來變去 又會追溯以前 即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即是 今天跟你說 明天原來是不是的 這些例子是屢見不鮮的 他就說對台灣非常之失望 即是你旅行的時候 覺得氣氛很好 即是你見到台灣人又有人情味又成 但是很多朋友都跟我們說 你可以去台灣旅行可以 很正 很不錯 但是 旅行和移民是兩回事 台灣和日本一模一樣 都是一模一樣 去旅行會很正 但是如果叫你住的話 你就很慘 即是他 其實他可以博的 但是無謂博 因為原來他滿了兩歲 他的年輕人滿了兩歲之後 又要上學 但是上學 那個私校 會有三四萬一個月 我想應該是台幣 台幣 台幣應該一萬元左右 即是如果是這樣 即是叫我們離開 都是貴的 即是因為他回不動工 他們沒有居留的身份 即是原本他說 他自己的老公 就說在那些快遞公司 國際快遞公司 我想可能DHL那些 就安排到他過來台灣做的 但台灣那邊 就說太麻煩了 申請你在這邊做事 因為其實他有很多要求 又說你的薪金 一定是要高於本地的兩倍 即是平均工資兩倍 即是你要做中高層 對 做中高層 而且有對公司的規模 一定的限制 我想未必不行 但他就麻煩了 你本身是一個普通職員 為何我要跟你做這麼多 其實是很不近人情的 所以如果明年我寶寶讀不數書 那怎麼辦 其實他們自己都說 我為了寶寶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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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是有排港的意味 其實不是排港 而是全世界都排港 我覺得你應該是時候就講一次歹歷苦的事情 我們要求政府 其實你排還排 都已經是這樣的 已經接受現實了 但是你收回之前 還港 撐港的言論 其實我們已經講過了 我們不是說強求台灣 一定要收留香港人 我以前批評台灣的時候 有人罵我 欠了你的嗎 不是說你欠了我 但是你給予一個虛假的期望給香港人 然後你說歡迎香港人的時候 你又天天搬龍門 搞到無所適從人錢又給了 其實是誰騙誰 所以我們那篇文章寫得很好的 Coco小姐對台灣的移民政策的評論是非常入獄的 就是香港人不怕難 最怕就是不清不楚 最怕是不清不楚 香港人本身就是法治公民 如果你說給他一個很清晰的規則 他可以很拼命 但是現在不是 天天搬龍門 無所適從 香港人是玩鬼規則 然後還要老屈你 就說你假而慢 游山換水 假投資 這個其實不只是他的一個例子 你說齒斑明夫的例子 齒斑明夫昨天就有一個報告 就是講一個六倍要申請台灣的戶籍 因為他本身是遼寧人 他嫁給一個台灣老公之後 他熬了六年 他終於等到他本台灣護照 但是問題就出現了 就是因為他拿到台灣身份證之後 他是有需要回去中國那裏辦理這個戶籍註銷手續 誰知道一回到中國大陸之後 證件就被當地官員取走 接著手續就被一拖再拖 搞了一段時間都仍然是沒有下文 所以他心情非常之不好 特別坦剔不安 這件事就再對比我們剛剛那個報道 剛剛那個報道 也會看到其實台灣不是對香港人特別麻煩 是對任何一個外來人都要求你回到你們的原居地 去到註銷戶籍 齒斑明夫的說法就很貼切 就是宋惠陽入虎口 那些神經病的人當然有政治理由才過來 現在你說回到大陸要註銷國籍 一定是會令到中共當局很不滿 當然會耍手段刁難你 不讓你回去台灣 讓你回去台灣就等於走資加走人 怎麼會這麼傻 其實香港的手足也跟我投訴過 原來你在大陸出生的那些 就是你要回香港 你本身已經在台灣讀書了 你要延長居留或者拿回身份 你首先要回香港 拿回回香港卡 那才可以讓你去繼續申請 如果這些人是手足 有抗爭者 那你是不是送陽入虎口 這些真是按鈕到不得了 這件事我們後來都有補充過 就是說如果你真真正正有案在新的話 原來可以專案處理 但專案有多久是不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 譬如很簡單 我當是曾志豪這樣計算 曾志豪有沒有案 沒有的 但現在鄧炳強說他是拿政治紅利 是嗎 又說他可能是 他說這些話 又哭打哭殺 又或者其他在蘋果日報投稿的人 是啊 沒有落案起訴 那你敢不敢回去被捕 你要等你有案在新 真的很好笑 是啊 那好吧 我們今天的視頻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見 拜拜